羅智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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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溫六年羅智翔終於回到台北小巨蛋啦 週日首場一開場 就是驚喜 從觀眾席走上台 讓歌迷們都要暴動啦 在後台Standby的羅智翔真的超認真 不但複習至五步外 登場前一秒還不忘回頭 向媒體們質疑 羅智翔還邀請到了 秋天玄女和小帆全場 只能負賜1979年 1979年民國680年 民國680年 民衛民 振無 燭關成羅 光照陳設 是燭品 燭 燭 很多人愛這樣子運動 還以後 開這個…這個人化堂上面館 沒有時間 我羡慕你喔 你可以管理时间啦 他在谈谈用动 用动成这样的困 这个话很大 来 揉着翔 带给我 射到哪一个身体战备 更远一点 射远一点 射远一点 你不准备吗 出买你喔 来 我们分析一下你的法规 你 是个性情中人 然后也才会射成这样的 你也是个前方位的人 只不过 能量 都集中在你 射三观之下 来 下面粉红红 就是太火头了 而先前罗志祥就用预告 这次演唱会会比歌迷们很近 中间的talking桥段 果然履行了承诺 直接在三楼的观众席登场 还边走边和粉丝聊天 一起回顾巡演黑历史 难听死了我的妈呀 难听死了我的妈呀 这个脸怎么算 我们再放大 这个真的很恐怖耶 充分无极限的小柱 这次也为了要感谢歌迷们一路的陪伴 送出超多大礼 其中还包括了他之后演唱会的门票 更抽出幸运歌迷以及吃庆公宴 只能说今晚小柱粉们可能都要兴奋到睡不着咯 他结束演唱会后 短暂接受了媒体访问 也是他次感情风波后首度受访 他沿着两年来 从没有想过要放弃演艺事业 说自己只是去留学 而阿汉九天玄女的那一段 则是两人一起讨论 更是他自己主动提议要阿汉钾他 表示还蛮好笑的 这不就大家的笑话 面对此话题相当坦然